在满是一片废墟的南京城街头 一群女学生正在疯狂地逃跑 因为他们的后面跟着一群丧心病狂的日本兵 这一幕被正在埋伏的教导队看在了眼里 他们本来还有一步就能离开南京城 以教官犹豫片刻后 选择留下掩护女学生们离开 枪声打断了日军们的狂笑 他们如野草般被教导队收封 女学生们安全离开了 教导队刚想撤离 不料刚才密集的枪声吸引来了日军的坦克 大家都知道他们逃不出去 但为了有人能活下去 战友们排成一笔人墙对着坦克冲去 一个倒下之后另一个再冲上去 硝烟中地上躺满了队友的尸体 混战结束之后 他带着一个受伤的年轻士兵 躲到了教堂对面的一栋楼里 此时美国人约翰也来到了教堂给神父收尸 神父的养子乔治请求他修好卡车带他们出场 可约翰眼里只有钱 没有钱他不会帮他们做任何事 没过一会门外又来了一群女 他们是秦怀和出了名的风尘与女 他们一来就把教堂最安全的地窖霸占 原本又脏又乱的地窖 有了他们的存在也变得暧昧起来 其中一个女人在他们当中就显得格外要理 他就是这里的头牌玉莫 玉莫看到教堂里有美国人 知道日本人不敢对他下手 就有意接近约翰 晚上他扭着风情万种的腰肢找到约翰 想用自己跟约翰做个交易 但约翰就是个无耻之亭 嘴里全是些低俗的语言 玉莫很快就对他失去了兴趣 等夜深人静后 李教官趁着夜色将伤兵背进了地窖 恳求女人们照顾好他 他还是个孩子 李教官希望他最后能待在一个温暖的地方 李教官交代几句后就走了 走的时候他听见了学生们的歌声 他站在门口静静地听着 眼眶渐渐湿润 最后他将一只从战场上捡到的鞋 默默地放在门口后就离开了 当天晚上李教官并没有离开 他本有机会自己逃命的 却选择留在了对面的楼上 保护他十几个弟兄用命换来的女学生们 这群女人只是想洗个澡 但女学生们却拦着不准她们用厕所 学生们对这群女人充满了厌恶 认为她们不仅霸占了地窖 还在神圣的教堂里搔手弄姿 很快双方就争吵起来 突然一颗子弹从窗口飞了进来 是日本人冲进了教堂 一时间整个教堂充满了惊恐的尖叫声 女人们迅速躲回了地窖 正当学生们也准备躲到地窖时 却被日本人发现了 学生们看了眼地窖里的女人们 没有选择暴露她们 而是转身向楼上跑去 她们用书架抵住了房间的大名 可这根本就挡不住日本人的强弓 那些禽兽一看到女学生 就像疯狗一样 拖拽着她们的头发 撕扯着她们的衣服 整个教堂充斥着绝望和恐惧 听着女孩们的尖叫和哭喊声 约翰再也无法违背自己的良心 毅然决然地走出了房间 在楼上展开了红十字棋子 将学生们都保护在了身后 可没想到日军根本不忌惮她 面目猙獰地用刺刀砍掉了棋子 还直接把她打晕过去 一个女孩不愿受日本人的驱逐 直接从楼上跳了下来 鲜血瞬间染红了地板 这一幕深深地刺痛了约翰的眼睛 她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 然而日本人的恶行还在进行 就在一个女学生要被侵害时 一发子弹打中了日本人的胸脑 突如其来的的枪想让日军如临大敌 她们立刻对教堂周围展开了搜索 而李教官早已买好了炸弹 很快日本人就死伤了一大半 但是她一个人怎么可能敌得过那么多人 她只好将日军引上楼来 在身上绑满炸药 在被日本人打倒的瞬间 身上的炸弹被引爆了 她用同归于尽的方式 守护着学生们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但很快学生们陷入了更大的威胁 教堂的枪战引来了更高级别的官兵 她向约翰道歉 还给学生们带来了试道 说想听女学生们唱歌 但她正经地谈吐和面脑 掩盖不住她那邪恶的目的 日军走后 整个教堂又陷入了深深的恐惧 而昏暗的地窖里 那个叫普生的伤兵已是弥留之时 女人们看着都十分的心疼 但她还是没能撑下去 此时 女人们突然发现最心疼普生的豆蔻不见了 疑问才知道豆蔻想给普生谈情怀节 但琵琶只有一根弦 就冒险回妓院去拿情弦 一起去的还有想拿回耳坠的香兰 教堂外面的世界就像是地狱 拿到东西的他们尽管在小心翼 还是被日军发现了 香兰被子弹击中倒在了地上 豆蔻为了不落在日本人手 跳进了水里 可还是被抓上了岸 遭遇了惨绝人寰的虐待 这群女学生爬上了教堂的最恐端 尽管她们感到很害怕 可相比于被日本人糟蹋的身子 她们宁愿用死守住轻摆 就当她们万念俱灰准备往下跳的时候 那群情怀女跑来拦下了她们 为了安抚好女孩们的情绪 女人们说自己会替女孩们去见日本人 女孩们对她们的话感到很震惊 约翰趁女孩们分神 上去把她们抱了下来 回到地窖后 女人们却开始后悔了 这些女孩连厕所都不让她们用 现在她们还要替女孩们送死 这让她们感到十分的不值得 而关于用妓女的命换女学生的命 到底是不值得 这个问题也许永远没有答案 但玉莫却这样安慰她们 葬女不知网锅狠 隔降游仓互停后 我们干脆就去做一间顶天立立的室 改一改这刺骨已来的猫里 那个晚上大家都在挣扎 也在互相鼓励 最终女人们下定了决心 代替学生们去往日本人的军营 学生的衣服太小 女人们就扯下窗帘改大 胸部不合适 就把胸部用不条裹片 穿上学生们的衣服之后 她们就像是回到了十几岁的样子 那时她们还不是妓女 一切都是美好的 她们都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交给了学生们 这一去多半凶多吉少 玉莫看着豆蔻用命换来的琵琶 决定为学生 也是为豆蔻最后唱首秦淮景 学生们看着这群女人 想起前几天还觉得她们衣衫不准 说话轻浮 但现在 眼前的她们却是如此的美丽 世人认为的卑贱静女 却拥有最纯洁的心灵 一首秦淮景成了 国破伤女恨的绝肠 为了让女人们更像学生 约翰把每个人的头发都拉直 女人们看着镜子里面的自己 都在欣喜自己还可以这样年轻 地窖里充满了久违的欢声笑容 可在清点人数的时候 她们却发现只有12个人 而日军清点了13个学生 为了保护女学生 乔治站出来顶替了第13个名为 约翰收集来头发 为她做了一顶假发 戴上之后 乔治就成为了第13个女学生 出发之前 女人们打碎镜子 把碎片藏在身上 他们已经准备好 跟日本人同归于尽 很快日军就来到了教堂 约翰站在外面一个一个的送别女人们 尽管做好了赴死的决心 他们还是害怕地哭了出来 车子开走了 教堂周围的守卫也都撤退 约翰立刻回到教堂 叫女学生们赶紧上车 又用木板将他们遮住 最后再放上箱子 希望这样能够骗过日军 约翰开着卡车离开了教堂 很幸运的是 他们顺利地通过了关卡 女学生们安全地逃离了这片地 而这一切都是那些情怀女化的 没人知道 他们的结局是怎样的 就连他们的名字也无人记住